夏天一定要吃的 十二道 南瓜神仙做法 学会了再也不用担心南瓜会吃腻了 第一道 把南瓜放进滚烫的油锅里 出锅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八十岁的老南瓜去皮后切成厚厚的薄片 水开上锅蒸十分钟 蒸成像视频这样软烂就可以了 然后用我陪加来的叉子按压成泥 三百克南瓜就放五十克白砂糖和三百克糯米粉 揉成光滑的面团 捏一小块 搓成圆圆的小球 放入黑芝麻里面 让南瓜球表面均匀的挂上芝麻 再用手搓一搓 防止芝麻脱落 油温三成 一个一个的下 用小火慢慢炸 轻轻翻动 使其受热均匀 直至全部浮起 再用漏勺轻轻的顺时蒸滚圈圈 这一步能让芝麻球炸出来又圆又大 我每天都在分享一个做菜小技巧 能否点个小红星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炸制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南瓜芝麻球 外酥里糯 香甜可口 想吃不愿意动手做的 您将谁做饭 您就发给谁 让它做给你吃 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女孩子别总是吃冷你 这道甜品受好了 切好的南瓜上锅蒸熟 再用勺子倒成泥 一个红星对您来说 这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 这个视频 您就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万分感谢 然后加白糖 适量糯米粉 揉成不沾手的面团 取一小块搓成小丸子 一定要水开放入丸子 加一勺红糖 丸子飘起后 加一勺酒糟 红枣 枸杞 再煮两分钟 美食完成 学会了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第三道 很多人都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南瓜 这样做进成了网红店的招牌菜 做出来以后外酥里嫩 成为了女神们的最爱 关键是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首先将树上摘下来的南瓜用菜刀削去外皮 从中间切开 然后将南瓜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切好以后放入蒸锅 上汽蒸8分钟左右 蒸好以后把南瓜放入碗里 用祖传的擀面杖给它压成米 压得越细越好 将南瓜泥里加入一大勺白糖 四勺的糯米粉 重点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做的目的它不粘手 然后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取一小块南瓜泥给它团了成小球 压扁以后再用漏勺给它压个造型 如图这个样子 全部做好以后备用 碗中打入一个本科大学毕业的蛋 小云打散 有的人喜欢默默的看饰品 但他会双击给个红星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 一定能幸福发大财 第二步 锅中油温五成热食 一个一个下入南瓜饼 南瓜饼刚下锅时不要动 定型以后用漏勺将其打散 然后一定要开小火慢炸 炸至三分钟左右 这样炸的南瓜饼才能外酥里嫩 将南瓜饼炸至金黄酥脆时捞出控油 第三步 出锅装盘 这南瓜在家像我这样做外酥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四道 南瓜营养丰富 很多人都爱吃 而且做法也很多 今天咱们就用一块南瓜 三个鸡蛋 一把红枣 分享一个简单好吃的面食 不加水 不用放油 而且手不用粘面就能做 去皮的南瓜一共是350克 去皮后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盛到一个盘子里面 平铺开 把盘子放进蒸锅 盖上锅盖 上汽以后中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把盘子取出来 倒在一个大碗里面 用勺子压成细腻的南瓜泥 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完全连头以后 再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4克酵母粉 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酵母完全的融化 然后再加入400克的面粉 如果你是面食新手的话 用按照350克南瓜 三个鸡蛋和400克的面粉的比例来做 中间不需要额外的加水 今天咱们不需要揉面 只需要调成面糊 像我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放到温暖的地方 把面糊发到两倍大 凑这个时间 准备把清洗干净的红枣 先切成条 再切成红枣丁 一把清洗干净的葡萄干 给它切得碎一点 切好以后盛到碗里面备用 现在咱们的面糊已经发酵好了 去掉保鲜膜 把红枣和葡萄干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一下 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这一步搅拌的时候 不要顺着一个方向 用这种没有规律的搅拌 防止面粉起筋 电饼称 预测以后 先关火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个要比平常烙饼的油要少一些 再把调好的面糊全部倒进来 用勺子把面糊均匀的摊开 最后成一个圆饼状 刚开始不要盖盖 用下盘小火煎烙一分钟 然后再盖上盖子 小火双面烙两三分钟左右 中间不需要翻面 烙制饼子两面有金黄色的纹路 用铲子按压的时候 感觉有弹性 就说明熟透了 这样咱们的南瓜红枣发面饼 就做好了 手不用粘面 非常简单 非常省事 饼子柔软蓬松 咬一口 有特别浓郁的南瓜的香味 如果你早晨想吃的话 可以提前一晚 把面糊调好 放到冰箱冷藏 发酵一夜 剩下的步骤 第二天早晨来做 不到十分钟 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南瓜饼 给学生当早餐也很不错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冬冬冬您发财的小手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点击我的头像 能看到更多的美食 谢谢大家 第五道 不需要烤箱 不需要厨师机 只要有面粉和鸡蛋 轻松在家就能做 这样金黄蓬松 拉丝的大面包 比外面卖的好吃多了 碗中倒入100克 蒸熟的南瓜泥 压成泥 打入两个顺产的鸡蛋 30克白糖 3克发面旺 加3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300克面粉 搅拌成细状 再加30克食用油 先揉成细腻面团 再用推拉搓衣服的手法 搓出膜 主页我已经给大家分享了 几百刀家常美食 麻烦大家点个小星星支持一下吧 真的太感谢了 搓长条 切分成等分的剂子 每个面积全部揉圆 放入刷油的模具里 盖保鲜膜 醒发体积明显变大 刷一层蛋黄液 再盖保鲜膜 放入蒸屉 水开计时 蒸40至50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蒸的面包比烤得还好吃 你也收藏起来 是做一下吧 第六道 谁能想到 把南瓜上锅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全家人都爱吃的特色美食 步骤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记得先收藏 来一块比我脸皮哈厚的南瓜去皮 然后切成薄薄的厚片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的睡不着觉 免费的小红心您就点一个吧 辛苦您了 切好上锅蒸20分钟 然后用勺子倒成泥 加入两勺白糖 三克酵母 三百九十九克面粉 揉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醒发 直接揉成长条 再给它分成小剂子 取一块擀成长条 再放上点蜜豆 然后像我这样给它卷起来 再揉搓成长条 先不开火上锅醒发个15分钟 再开火蒸20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南瓜蜜豆卷蓬松轩软 香甜可口 做法就是这么简单 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 一定要转发收藏给他们安排起来 第七道 南瓜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糯 搭配红糖馅软糯香甜 做法也很简单 切好的南瓜上锅蒸10分钟 用叉子倒成泥 越细腻越好 一勺白糖 少量多次加糯米粉 搅成面絮 再揉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搓成长条 均匀分成小剂子 碗里加红糖 白芝麻 面粉 会流心的红糖馅就调好了 取一块剂子团圆 一勺红糖馅 搓圆按压至饼状 裹上白芝麻 再用手按压一下 防止芝麻脱落 平底锅刷油 放入南瓜饼 一定要小火慢煎 中间多翻几次面 煎至两面金黄 中间鼓起来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南瓜饼 软糯香甜超好吃 第八道 这样的南瓜饼你肯定没见过 不止好看 还好吃 做法也很简单 老南瓜去皮切成块 上锅蒸十分钟 蒸好的南瓜倒成泥 放糯米粉 玉米淀粉 搅成面絮 再揉成不沾手的面团 碗里放花生碎 红糖 黑芝麻 一勺面粉 好吃的红糖馅就调好了 取一块面团给它搓成小球 往外捏开 一勺红糖馅 收口后再搓圆 用牙签压出南瓜的形状 香菜等装饰 放入蒸锅 上汽蒸十分钟 好看又好吃的南瓜饼就完成了 学会了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九道 家里有南瓜吃不完怎么办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表酥酥脆脆 内心粘软香甜 真的很好吃 首先去皮的南瓜 改刀切成小块 碗里打两个鸡蛋 两勺面粉 一勺芝麻增香 加入适当清水 搅拌均匀成拉丝酸奶状 再来一勺食用油 颜色更加金黄 切好的南瓜 裹上一层脆皮浆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熟透 表皮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炸南瓜色香味巨神 酥酥脆脆 真的太像了 第十道 小南瓜切一刀 掏空瓜子 先蒸15分钟 打两个鸡蛋 倒入纯牛奶 白糖 搅拌均匀 倒入南瓜中 盖上盖 再蒸10分钟 南瓜的软嫩加蒸蛋的鲜美 真的太好吃了 第十一道 低脂肉营养的小米南瓜粥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小米先用冷水浸泡20分钟 水开下小米 南瓜 红枣 关盖小火煮20分钟后 加一勺红糖 身体不好的来点枸杞再煮5分钟 害羞的向哥哥姐姐们要个小爱心 谢谢了 第十二道 老南瓜 像我这么做 只可以当早餐 也可以当零食 老南瓜切片 上锅蒸蛋 倒入碗中 给它摁碎 倒三个喷蛋 一把葱花 拌上盐 三勺妥兑地粉 搅拌均匀 倒入平底锅 小火煎至两边精华 出锅改刀装盘 非常科弹 只可以当早餐 也可以当零食 你缺费了吗 南瓜切片上锅蒸厨 用叉子压成泥 加一勺白糖 适量糯米粉 揉成面团 这一块搓成小丸子 先沾鸡蛋液 再均匀裹上面包糠 六成油温下锅炸两分钟 外酥米诺的南瓜小丸子就做好了 扣着脸皮要个小心心 谢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